中文字幕——YK 和安全威胁,近期还有中国游客遭到瑞邦公务人员粗暴对待,中国外交部可助瑞典使馆高度关注在瑞中国公民的安全与合法权益,依旧此向瑞邦提出严正交涉,据《环球时报》记者多方了解,上述提醒中提到的中国游客遭到瑞邦公务人员粗暴对待,的事件发生于本月初,9月2日, 曾先生及其父母满怀期待的赴瑞典旅游,一星三人当天凌晨抵达斯德哥尔摩去的一家旅店准备住宿,在预定的房间时当天白天才能入住,考虑到父母身体不好,瑞典夜里较寒冷,曾先生请求旅店让他们付费,在大厅椅子上休息一段时间,然而,旅店不但粗暴地让他们立刻滚出去,还叫来警察。 据曾先生讲述,他向警方说明父母身体情况,并出示服用的药品,还表示自己可以离开,希望父母能够暂时休息。 没想到警方不但不予理睬,反而强行将曾先生父亲从座位上拉倒,拖出酒店,扔在地上,患有性脑血管疾病的曾先生父亲当场发病,一是模糊并开始出处。 当地警方旁观这一刑警,人未给予任何人道帮助,曾先生的呼救引来行人为官,众人纷纷指责警察行为恶劣,要求警方给予救援。 很快,两辆鹤枪时代的,警察车辆抵达,警察没有世界确实枪驱散人群,并试图抢曾先生手机。 最终将曾先生一家人强行带上警车。 据曾先生讲述,在此期间,警察还欧打他的母亲和一时模糊的父亲。 在车上,警察还问曾先生是否是难民,是否想使用暴力,并威胁将其送到森林和野兽一起。 大概半小时后,警车急停在一个黑暗路口,多名武装警察把三人推下车就扬长而去。 曾先生用手机定位才发现,这里竟是斯德哥尔摩市区几十公里以外的一座坟场。 据曾先生讲述,当时气温不得十确实度,周围阴森恐怖,还能听到远处动物的嚎叫,一家人只能为坐在坟场互相取暖。 在这里瑟瑟发抖半小时后,幸亏得到途径路人的帮助,他们才得以返回城区。 再回到斯德哥尔摩市区之后,曾先生立刻向中国驻瑞典大使馆通报此事,并向当地警方报案。 之后,遭此噩梦般经历,但曾先生一家不愿再做更多停留,当日便赶赴机场。 一开瑞典,曾先生表示,瑞典警方对年迈老人的所作所为,在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难以想象,对人权职藐视令人发指。 在诺贝尔的故乡,这个时常把人权挂在嘴边的国度,是巨大的讽刺。 他强烈要求瑞典方面做出解释,并盗窃赔偿。 环球时保记者了解道,事情发生后,中国外交部和中国驻瑞典大使馆高度关注,多次就此向瑞方提出严正交涉。 但截至本爆发稿,瑞典方面人们给出任何正面回应,在14月发布的公告中,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再次提醒,在瑞典的中国公民,务必提高安全意识,加强安全防范,如遇突发情况,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留妥证据,第一时间报警,并向驻瑞典使领馆寻求协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